以色列警方说一名巴勒斯坦人星期六在东耶路撒冷 救城城外池都吉祥三名以色列警察 警察随后将他击毙 以色列当局说其中一名警察伤势严重 另外两名警察就受了轻伤 在这名池都商人的巴勒斯坦人的肇事现场距离 当日够早时 另外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吉祥两名以色列人的地点很近 那名巴勒斯坦青年行动当中被警察击毙 近日发生的一连串迟东行空事件震惊以色列 导致针对平民和军人的袭击 袭击事件开始于东耶路撒冷 一个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崇拜的圣地 当地是穆斯林的阿克撒清真子 和犹太人神圣的圣殿山 持续了一个星期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 在星期五蔓延到加沙地带 造成最少7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超过100人受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